实相 所以变成把文字跟语言 变成一种束缚 所以在这个禅宗里面 告诉我们 玩弄这些无用的语言文字 称为葛藤 意思就是执着于文字 语言是不得真实意的 没有办法来称为文字禅 或者是葛藤禅 所以这说葛藤做什么 就是落入这些语言文字 文字禅 那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 意思就是我们的清静自信 是本来清静 何甲言说问答 说但无一切心 即明无漏字 你只要没有一切心 那么就是明无漏字 那么无一切心就是 一切化无求无找 那么就是无一切心 即明无漏字 如每日行著作我一切语言 但梦早有违法 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 这个行著作我一切的语言 不要去执着这些 深深灭灭沙沙 刹那变化的数量 语言文字 分别 那么这个就是无漏字 初识法 所以初言顺目 这个顺就是转动眼睛 静同无漏字 转动眼睛 你讲话乃至你一眨眼 这个统统是无漏法 那么如今目法向去 向去就是到了 现在就到了 现在就到了梦法时期 多是邪禅道者 大多邪禅道的 接着一切身色 现在的邪禅的人 大部分都是执着一些 外在的身色 若以身 因身求我 以色见我 是能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这何不以我心 心同虚空去呢 那么为什么 不跟我心 就是我们这个本心呢 那么何不以我心 为什么不跟我们这个本心 这个心怎么样 如同虚空去就是一样 为什么你不拿这个本心 来跟我们这个虚空 同样的存在呢 这个是比大无止境 一切都可以容纳 是指啊 持悲宽恕 如同虚空的 大量 这是指 站在无量无边的角度说的 如枯木石头去 那么是指 起心动念 通通通通通没有 你要 你要修行啊 第一个要像虚空一样 不生不灭 无止境的慈悲 要像枯木石头一样 这个去就是一样 要像枯木石头一样 枯木石头 从来没有动过念的 就是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如含灰 死火去 含灰啊 它不会在 这个这个这个 死灰忽燃 含灰 死火 也就是不会再起心动念 不会再落入生灭的 对立 重复的 死灰忽燃的 起心动念 所以方有 少分 相应 这样子啊 才有一点点相应 这若不如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斜向上面三种比 心同虚空 心同枯木石头 心同 含灰 死火 如果不这样子 那么他日 尽被 元老子 靠你 站 也就是说 你只要落入 我执 法执 或者是空执 简单讲就是 你有着相 那么他就牵着 你的鼻子走 那么 你的业就会现前 就是等于 元王老子 靠住你 所以谁要 绑住我们呢 就是所谓的 业 那业是怎么来的呢 连续的执着 连续的着想 但撒那之间 回光 反照 稳住 再来 就全部都放下 自在 所以 他日 竟被元王老子 靠你 站 我们今天 被元王 靠得死死的 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被黏住了 都被黏住了 所以修禅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 重要的观念 就是不要被 事项 黏住 不要被 离体 迷惑 修禅的人 他是一直 告诉我们 不要被 离体 迷惑 离体 是绝对的空性 不要被 事项 黏住 因为这个 生生命命的东西 黏住了 你是很悲哀的 一件事情 因为 你今天 觉得不对的事情 很气愤 那 这个也是空 修行人 世间人 方便说 说这个是善 方便说 这个是恶 可是你要是被他 黏住的话 你本身就 就不对了 就不能来去 自在了 不要被 黏住 大家都这么说 我们就方便 跟这么说嘛 可是在我们心里 不曾经 动过念头 这样 是个 真修行人 你一旦 离却 有 诸法 你只要 离却 就是放下 你只要放下 这个 有 就是生生命命 那么 无 就是说 另外一个角度 说 这个世间不是有 就是无 但是你找一个无 它也变成有 所以说 你只要离却 这些所有的有 跟无 这些的执着 放下 心如日轮 常在虚空 你的心就像太阳 高高地挂在虚空 光明 自然 不照而照 我们的清净本性 就绽放出来了 淡漠着相 就是 血 及时菩提 这个 这个 就是 习念 停止 这些妄念 所以 佛法 有时候 一句话需要用过五年 跟十年 它才能够体会出来的 我们刚 以前 刚刚学佛 看到一句说 但习妄念 别无甚解 看不懂的 为什么停止妄念呢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妄念不可断的 那个念头不能断的 只是说把这个妄 放下 清净自然 就显现出来 如果妄念 拼命地断了 断了一个妄念 又跑了另外一个妄念 犯了无穷的过患 所以这个光明 自然不照而照 这不是省力的事吗 底事 这不是很省力吗 到此之时 五七波处 到这个时候 五七波处就是 我所住了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了 因我所住而生其心了 五七波处啊 就是哪一个地方你都不知走 哪个地方你都不去分别 就是轻轻定定 绝对的存在 大智慧觉性 就显现出来 即使行诸佛行 便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住就是执着 那么应该无所执着 而生清净心 那么这个而生其心 其实是多余的 你无所住 他就自然生清净心 你生清净心 自然就无所住 所以这句话 但是为了两个角度 强烈地来说明 一件事情 使我们更清楚地 了解我们的 绝对的本体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说 应当无所执着 那么自然就生出了 我们的清净心 这个就是本心 所以我们今天 拼使命地在这边执着 闹得满城风云 似跟非 恩跟怨 都是很辛苦的 都是很辛苦的 会用功的人 他不会这么笨的 此事里清净法身 免为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 清净法身 免为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若不会此一 总你邪得多知 勤苦修行 草衣木时 不是自心 尽明邪行 定作天魔眷属 在这之位 这个就把它画现 这句话 可以给我们一个 很大很大的警惕 如果我们不悟到 这颗清净心 那麻烦大了 若不会此意 就是你没有体会到 因我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清净法身 这个才是真正 阿尔多罗三妙三菩提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体会到这个的用意 众你学得多知 就是一天到晚拼命 听经文法 那么建立之间 有一个人 他就说 师父 你拼命地讲经 我是在背后 拼命地听经 可是我们在家人 听不完 不想怎么办 你一直讲 买很多 花了很多钱 拼命地听 都听不完 我跟他讲 你只要放得下 就三丈十二部经典 统统听完 统统安得听了 你要是放不下 就是听了再听 二十年 三十年 门都没有 外神人就这么说 门都没有 你永远听不完 放得下 这经典 这只眼睛就可以了 起来 这只眼睛 翻翻 为什么 放得下 放不下 这眼睛 忘穿了牛皮纸做的书本 也不得利益的 佛法是真实境 它是真正的 要应用在生命的 这个关卡的 知道知道 是 放下 三丈十二部经典 这都快完 你今天 七点五十分放下 你七点五十就自在 你八点放下 通通放下 八点 你就是自在的人 你今天放不下 明年放不下 再三年 你还是放不下 你一样学的 再都没有用的 为什么 那不是你的东西 建立更多的知见 底下一句更重要 勤苦的修行 草衣木石 不是自心 尽名学行 你勤苦的 有的人 不是去筑毛盆吗 去研究经典吗 可是并没有师傅 在旁边指导啊 山上比较静吗 是的 没有错 你有了好环境 问题就是 你没有好心境啊 你有了好环境 可是没有好的心境 你没办法 你从来的下手 不晓得了 是不是 有了好的心境 就是也一如眼睛有目 眼睛 就像一个人 他有眼睛 他一看 就很清楚地 怎么下手了 可是我们一个友好的环境 并没有心境 那完蛋了 拼命在那边 用功勤苦地修行 为什么 没有证件啊 方法错误 方法错误啊 拼命的劳仆啊 恶打恶妻啊 乃至于打残妻啊 用一切的办法 就是想要压制这个意识 使他不要起来 可是方法错误 就算你勤苦地修行 再来 以草为依 以木为始 这个叫做草依木始 拿这个草来当作依 那前面啊 这个这个这个 头前 靠五条 比较大片 后边靠寒纸条 比较小片 也是微生度 对不对 就像原始人一样的啦 那也不能成道啊 就是 就是以草为依 以木为始 不是自信 你不了解 你怎么 我们的清净本性是什么 静明邪行 定做天魔见绪 为什么说我们呢 初出家 我们五年邪戒 要清净善知识 他就怕你走错方向 一个人走错方向啊 这不是五年十年了 就是三十年你都拉不回来 那知见错误啊 那没有办法 甚至人家好意 要跟你修正回来 你还要跟人家做对啊 如此修行当负合一呢 这样修行有什么益处呢 志工 怎么说啦 佛本是自心做 拿得像文字中求 这个志工呢 我们以前呢 就讲过了 宝字 禅师 这个 他的出生是西元四一八到死亡啊 就是入年盘是五一世 活得相当长 九十六岁 四一八到五一世 宝字禅师 就是志工和尚呢 是南朝 我们有南北朝啊 是不是啊 南朝 他是陕西省的人 俗姓姓朱 这个人呢 很年轻就出家 他的师父叫做生茧 就是道林寺的生茧 生就是出家这个生 茧叫勤茧的茧 那么修习禅宗的 那么在留宋这个年间啊 就是西元四百六十六到四百七十一啊 这往南一城市啊 很多人的地方 他住呢 没有一定 这个人啊 疯疯癫癫的 你讲其话来 又是辅师 他讲其话来啊 很像这个谦西啊 很准的 很准的啊 可以一言 这一切的人啊 看到他啊 就自公和尚 自公和尚啊 请问我 今年的运气怎么样啊 明年的运气怎么样啊 那就给人家 急凶霍呼都告诉人家 哇 他很准 哇 这世间人这一套啊 最有用的 你要是跟他讲得很准啊 比你跟他 讲什么净土法门来得更有效 什么了生死 这个先摆在一边 急凶霍呼啊 现在马上会马上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齐武帝啊 就认为他是妖言惑众啊 就把他抓起来 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抓起来的时候 人是在监狱里面 可是每一天都看到 这个志公和尚 怎么还是在 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的呢 后来就说 奇怪是谁放他出来的 再去这个牢椅里面看 他去牢椅就看他关在牢椅 到大街小巷去看了 闹区去看 他又在闹区里面看到他 这个百思不解啊 百思不解 神通自在了 这个皇帝啊 听到这样的事情啊 知道这个是圣僧啊 迎入华林园供阳 华林园供阳 这个就是软禁啊 软禁 软禁 华林园供阳 来 看你又跑回去 禁止他的出路 对他很恭敬 然后设一个范围 叫他不要出去 但是这个宝治和尚 志公和尚 不为他所居住 人啊 在这个华林园里面啊 可是啊 常常跑到啊 各名山宝岔去走一走 都关不住他 后来到梁武帝建国的时候啊 才把这个禁令解除 那么这个宝治和尚啊 跟这个梁武帝一谈 哇 这个经义啊 谈得很欢喜 那么他在天建十三年 十二月啊 四季 就是入这个元季 四寿九十六岁 后来 葬在这个中山 中山 那么在他这坟墓的旁边啊 弄一个开善式 开善式 有很多人是这样做法的 你说把他 因为他师父啊 很伟大 活化以后把他的灵谷啊 他不跟人家 站在一起 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建一个塔庙 就放这个高僧大德的 那很多啊 这个后代的人啊 就去这个地方去沾仰啊 顶礼摸拜啊 那么后来啊 他的封号很多啊 有封这个广记大师啊 还有封这个妙诀大师啊 道灵真觉菩萨 道灵真觉大师啊 慈应慧感大师 普记圣师菩萨 一记真密禅师 哦 那个封号是多得不得了 啊 宝治禅师 哦 这个相当有名的啊 所以宝治禅师就告诉我们一般人啊 啊 说佛本是自心做啊 哪得像文字中求呢 假让你写的三贤 四果实力满心呢 四果就是阿罗汉啊 是吧 那么出果 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 也只是在凡胜内做 凡胜就是对立的啦 不是大极灭涅槃海 不是凡心就是圣心 大极灭涅槃海 没有凡胜之名词 不见道诸行无常 难道你不了解诸行是无常 是生灭法吗 势力尽啊 见怀罪啊 招得来生不如意 只要你的福报享用啊 因为你不能摆脱这个生灭 当下完成不生不灭 你放不下 你执着 分别你就把一颗清净心 转成生灭法啦 所以说这个势力尽了 你的福报享受完了 就像一颗箭啊 又掉下来了 招得来生不如意啊 你来世啊 还不一定啊 能够称心满意的 因为无明啊 真是无为实相门啊 真 这哪里是一尘不染的无为实相法呢 真是无为实相门啊 一超之路如来地 如果啊 是无为法 它是实相法 是一超之路如来地的 这个是在正道歌里面啊 讲的 就是我们下一本啊 下一本要讲的 意思就是 福报如果享尽呢 就会堕下来 你的来生啊 是不如意的 这是生灭法 这怎么能够比得上无为的实相 无为的实相是一超绝路如来地的 不会用不完的 所以为你不是以默人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给人呢 那么还需要向古人呢 见画门广邪之节 就是见力度化 还要向古人呢 来建立度化门 来广学之节 志工就这么说了 不逢出世明世啊 往福大圣法要 这个出世很重要 就是有明心见性啊 指证悟的 这个不是说一般的 出世就是不生不灭 不过不尽不来不去 如果你没有碰到大测大悟的 证悟的 证悟到本心的这个明世啊 往福大圣法要 就是很冤枉的 你学大圣法学了很久啊 因为大圣法学了很久 因为很多的法注解啊 因为你看不懂 就是看懂了也误解 那么资敬观念错误 那么 冤枉啊 你用功修行 因为方法错误 所以啊 很冤枉的 你学了 福就是学 你很冤枉的 学了大圣法 却不能治大圣的病 你没有办法达到 福的境界 证悟的境界 很冤枉 我们中国就是大圣法 可大圣法那个经典的 多如牛毛 汉牛冲动 就是啊 能够碰到这个世界的明世啊 出世的明世啊 你如今一切时钟 行入作物啊 但学无心 久久虚实的 底下 那五个字 要很注意看 久久虚实的 就是你要是真的下功夫才算 不能只听 听听而已 如果久久没有感觉到 这种无心的法门 那么 没有用的 所以说 但学无心 这个念一念可以 可是 下面这五个字 才是根本啊 要久久虚实的 要久了 经过一段时间 你要实实在在的 真的无心 无所执着 无所分别 是真正的功夫跟境界 为你力量小 不能顿操 因为刚刚学说 这个大圣法嘛 没办法 没办法一下顿操 诶 但得下一番功夫啊 三年 五年 或者是十年 悉得个入头处 自然会去 你总是要找到一个方法 入头处 就是你要找到门路啊 方法要对啊 方法就是无心 再接着就是 守住 守住 就一直 守住这个无心 是是 不起心 不动念 然后用会观 以空相应 绝对的存在 那下个三五年的时间 你总是要找一个门路 自然就能够体会出来 不是拼死命的干 拼死命的拜佛 拼死命的做 拼死命的 这个这个这个打佛气 打残气 拼死命的打八观 再见 如果啊 这个心法不懂啊 撞破头你都不晓得在干什么 为辱不能如是 需要将心学才学到 佛法有什么交涉呢 说如果为辱不能如是 如果你不能像我跟你指示的这样 但无心 但学无心 那么你一定要将心就是拿 你一定要用一颗心 拿个心去找什么是产 学产 去学什么是道 就是将心去找这个另外一个心 学禅的心 学道的心 心这个心就是本来 就是不生不灭 当下 它就是禅就是道 可是你硬要是拿这个心 去学个什么禅 学个什么道呢 佛法有什么交涉呢 那么加三个字 所以如此与佛法有什么交涉 就是关系 这个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这个尽同生灭 放下就是产 是不是 不生不灭 无心就是道 更不要将心去学产 将心去学道 歇即是菩提 如果你用一颗心 想要去追求一个产 用一颗心去追求一个道 如此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呢 方法错误了 方法错误 故隐如来所说皆为化人 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 皆为化人 只是为了度化人家而已 如将黄叶为今 执小而提 这个叫做黄叶子提 那么这个看过传宗的人 看过经典都知道 黄叶子提就是一个小孩子在哭了哭的时候 他的父母 用这个洋柳的树 洋柳的树 这个黄叶 就当作是金子 小孩子哭的时候就给他 哎呀 这个是金子给你啊 这个是金子给你啊 小孩子没有办法分辨说 这个是金子还是树叶啊 他就不哭了 那父母的人就想 不哭就好了 不哭就好了 没关系 不要哭就好了 所以说暂时方便 这个黄叶为今 直小而提 意思就是说 佛要用钱巧方便来引导众生啊 这禅宗啊 认为啊 都是经论家呀 的说法 因为经论家说法 就是方便 方便 那么这个都是空拳 黄叶 空拳 赤手空拳 赤手空拳 或者黄叶子提 那么这个都是方便法 表示方便 如来所说 皆为华人啊 就像黄叶为今啊 偏偏小孩子啊 小孩子就不哭了 决定不死 那决定不是实在的 若有实德 非我中门下课 如果你的心 有一样物可以得到 那么这就不是我们禅宗所修的 禅宗门下之课 这就不是禅懂得心法的人啊 且以你本体 而且跟你的本体 有什么交涉呢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经典说 十五少法可得 名为阿诺菩提 实在是没有一法可得 明阿诺菩提 若也会得此意 方知佛道 谋道 俱措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 这个无所得 无有少法可得 那么就知道 佛道也不可得 谋道也不可得 一尘不染 一丝不挂 如果佛道有所得 那就是外道了 佛道无所得 本来清静 佼佼的 佼佼就是 洁净 纯白的 我们的本性啊 这个要好好地记住 本性 没有方圆 我们的觉性 没有大小 当你开悟的时候 就没有大小了 也没有所谓 长短 等相 无肉 无尾 那么它是 无迷 物 那就是远离对立 所以说 为什么无迷 无物呢 因为绝对的本体 称不上迷 迷是对物讲的 物是对迷讲的 了了见 无一物 清清楚楚地见 了了见 就是用我们的本心 不生不灭的见 既然不生不灭 那么以毕竟空相应 哪有什么东西 当然就是无一物 也没有所谓人 也没有所谓佛 因为就是这样 才叫做成佛道 那么底下 大千沙界海中欧 一切圣贤如殿佛 一切不如心真实 那么这句 因为它少了几个字 所以看起来 也看不懂 什么叫做 大千沙界海中欧呢 那么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动念 如果我们动到这个念头 就像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的一粒沙 就像海中的一个小水泡一样 幻化不实的 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没有融入绝对的本体 你起心动念 就像大千沙界 就像海中的一个 欧就是小水泡 一切圣贤如殿佛 殿佛就是闪电 那不实在的东西 只要你起心动念 动一个圣念 或者是弦念 那个通通不是 不是大如来 这个如来的大极灭海 那么一切都是 如同闪电的不实 这样撒纳而过 一切不如心真实 那一切不是像我们本身 这样真实 是法身从古到今 跟佛祖一样的 何处欠少一毫毛 哪里有缺欠什么呢 没有的 既会如是意 大须努力 进今生去 出息不保入息 出息不保 就是不敢保证有 也就是保不住的意思 保不住的意思 我们大须努力 进今生去 出息 那么不保入息 不敢保证 你就可以 你吐得出气 你不敢保证说 可以吸得进来 底下说 问 说六祖不会经书 不是智吗 何得传一为主呢 那么为什么 五祖就把一波交给他呢 秀上座 就是神秀大师 是五百人的手作 他是教授师 讲的三十二本经论 银河不传一 因为没明心见性 诗云 诗就这么说了 为他有心是有违法 因为他是用生灭心 在讲经说法的 所修所正将为是也 所以五祖就把 这个一波交代给六祖 那么 因此 我们用生灭的心 是不能修到不生不灭的 我们一定要用 不生不灭的本性修行 那么六祖 当时只是默契而得 密寿如来 圣圣意啊 所以父法与他 能不见到 难道你不了解这个成道理吗 哪一成道理呢 法本 法无法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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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法 经父 无法 识 法 法 法 合成 法 这出学佛啊 就看了就昏了 这只能不能那么多字啊 那个多法啊 这是不困难的 法本 法无法 就是一切诸法之本啊 一切诸法之本是怎么样 就是一切法 当下就是无法 法无法 就是一切法 当下就是无法 法本就是诸法之本 什么是诸法之本呢 一切法 当下就是无法 这是诸法之本啊 所以说法本 法本就是诸法之本啊 法无法 上面这个法叫一切法 当下就是无法 空性嘛 极致嘛 哪里有什么法 无法 法 义 法 这个无法 如果我们心啊 无法 这个法 这个加一个诸字 无法之法 义法就是 夜找一个法 不行的 无法 法 义 法 这个无法之法呀 那如果我说心中啊 可以的 要给他一个无法的观念 就是无法之法 这个也是招了一个无法的法 不可以的 无法之法 一招一法 今复无法时 现在我交代你 无法上面加一个字 真无法的时候 现在我交代你一个真正的无法 哪个是真正无法呢 应当悟到 法法 合成法 就是应无 每一个法都是当体极真 空性的极致 那么每一个真就法法 合成有法 哪里有什么法呢 会吧 应当悟到 所以这个记的意思就是说 法本 法无法 就诸法之本 就是一切法 当下无法 这个就是诸法的根本 无法之法 如果你拿一个心去无法 这个也招了一个无法之下 现在我如果要交代一个真无法 这个真无法 就是法法 不曾经有过法 若会此意啊 方明 出家儿 如果 我们能够体会这个意思 这个样才就是 出家儿 方好修行 出家这个才是 出世的男儿 大丈夫了 若不信 银河上座 左来 大衣领 头 寻六足 如果不信 出家儿 才是好修行 不明心见性 你怎么修呢 随着情绪 修行是很悲哀的呢 你怎么样才能够不随情绪的修行 那就是不生不灭 明心见性的法了 这一针打下去啊 那就永远免疫了 不会感染到生灭法了 一物极如如来地吗 顿操啊 要不然这个明上座 就是惠明法师啊 为什么走来大衣领啊 找这个怎么样 六足呢 六足便问了 你来求何事啊 你来干什么呢 有什么事啊 是为求医 为求法呀 你是找这个医啊 就是 加沙啊 或者是来求法的 明上座就这么说啦 不是为医来 但为法来 我不是为医来啊 我是为法而来 六足就说啦 怒且暂时 念念 念念啊 就是收敛 收舍这个念头 就是不要放纵他执着 不要放纵他分别 暂时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善恶都莫失了 莫失了 就是通通放下 不是不要去想他 善恶通通 不要 去执着 去分别 你放下 善恶都莫失了 明乃便宜 这个慧民法师啊 就承受了六足的开示啊 经过了一点 少些的时间 六足又跟他讲 不是善 不是恶 正当 亦莫失 就是这个时候 不是善 不是恶 并不是说 你不要去想善 也不要去想恶 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意思 是比较肤浅的 不是善 就是不要落入善 跟恶的对立的观念 这个善恶 是比喻一切对立的观念 就是你 这六足的修行 就是用绝对的本性来修行 你不要落入善 不要落入恶的对立 这种分别性的观念 你就在这个 没有落入善恶的对立观念的时候 就是绝对的本体 就是没有一切的能锁 那么还我名上座 父母卫生时本来的面目 这个就是怎么样 父母卫生时候的本来面目 我们本来的面目 就是清清静静静的本性 慧明大师 言下忽然默契 大悟便礼拜 哦 这样我晓得了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了 谋甲 那当然是指慧明了 说我慧明 法师在五祖会中 焉网用了三十年功夫 这句千万要记住的 我们这个警惕 就是不要说三十年 方法错误 有的人很急嘛 很急 离师啊 别住 离开师父啊 善之士啊 另外自己住 他以为啊 赶快到山上去 赶快选择到一个 没有人去的地方 以为 这样叫做用功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五祖你错用功 五祖在你面前 你一样不会用功的 这个就是心法 不懂 体会不出来 乃至祖师大德在你身旁 你一样有好的环境 有 有好的师父在 可是你的根气啊 不够力 那也没有办法相应 哎 师父如果是 大车大物 证悟的圣者 又有一个好的环境 但是呢 你的心呢 始终不入道 哎 为什么 你执着分别 强烈的 啊 割舍不下 对不对 没有办法令心 决道的舍灵 你一样的 没有用的 网用了三十年的功夫 今日方行前飞啊 所以师父一直重复说 先建立正确的政治正见 往后你要到哪里修行 走什么路 你才有眼睛可以走路 不可以离师太早 就是这个用意 啊 六祖云如是 哦 这样知道了 知道了 人家惠明是将军出身的呢 他还弄了三十年 还搞不清楚呢 那我们呢 还没有那种根性呢 也不晓得三十年 要加几倍 也许六十年吧 六祖这么说 呃 如是啊 以前你错用功了 到此之时 方之主是西来 才了解这个达摩祖师啊 从印度而来 使直指人心 渐行全火 不再言说 岂不见 阿难问这个家设 这么说 说是尊传经栏外 这个栏啊 左边那个木啊 打错了 这个应该一步 一步 一步就是我们一个 开示的事 再加一点 左边这个金蓝衣 这个金蓝衣啊 就是佛陀啊 在世的时候啊 他的姨母啊 摩合波士波提啊 就是啊 供养他 一件金色的袈裟 后来啊 称为金蓝衣 金蓝衣就是金色的袈裟 金色的袈裟 哎 那么这个摩合波士波提啊 用手啊 这样支撑着金色的毯子 就供养这个如来 哎 供养如来 那么 所以说啊 这个叫做金蓝衣 这世尊啊 把这个摩合波士波提 这个姨母所供养的金蓝衣 传下来以外呢 别传何物 除了传意以外 还传什么东西呢 家世遭阿难啊 家世跟阿难说阿难 阿难就回答 硬就是回答 好 诺 就是好 阿难或者说 哎 什么事啊 家世就这么回答了 他回问了一句阿难 阿难就说 啊 家世又跟他讲 道却门前 擦干枣 擦干柱 那么这一句啊 就是禅宗语 道就是反过来 除去 这门前的擦干 一些擦干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啊 道场 或者是 以前啊 建这个塔式啊 都是用立刹 立刹 这个这个大力百货公司 那个立刹 来表示 那么或者禅宗啊 建这个寺院 或者是说法的时候啊 有这个 举这个擦干 或者旗干 举说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擦干啊 表示道场 或者表示法会 或者是说法 都可以 那么意思就是说 啊 一切的语言项 说 或者语言 说法项 乃至于道场的功德 庄严项 都不应当执着 那么道却门前 擦干 啊 擦 或者念柱 因为所柱这个柱 这个擦字 那么 就是 意思就是 如果你想要 大策大悟啊 如果你想要 解脱生死啊 如如来 这个毕竟空极的本性啊 你必须要 道用过来 反过来 放下 却就是除去 放下一切 你心中 门前啊 就是 你的心中 一切的语言 说法 功德的执着 我通通通要放下 这边是祖师的标榜 这个就是祖师的标榜 圣生阿难啊 圣生阿难啊 三十年 为四则 只为多闻 智慧啊 就被佛 喝则了 如千日 学慧啊 不如一日 学道 把笔拿起来 慧就是 知见 你千日 所建立的知见 不如一日 学道 把笔拿起来 道 就是 无心 无心 也就是 你千日 所学的 这个建立的 种种知见 不如你 单刀绝入的 无心 放下 这就是 这种道 放不下 苦了自己 这句啊 学起来 贴在你的门前 你的床铺旁边 你面对看 放不下 苦了自己 跟孤独家伎 没有人会 同情你 同情你 也没有用的 没有人 同情你 同情你 我们也没有用的 所以 就像师父一样 我如果今天呢 在意说 谁来听经 谁不来听经 那么我当然 会很难过了 是不是 不 全部要放下 来跟去 这个都是生命下 世间的常态 对不对 你来跟不来 这不关我的事情 我要放下 我要把经典 讲好 把禅宗的心法 之间建立 讲对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其他你们来跟不来 这不是我怪的 我一直怪你们 来跟不来 那么 这个又被 这个镜所牵制 所以啊 得不到自在的 因此啊 是你一千日 学会 你一千日 学这个建立 之间的种种分别心 哎呀 分别的之间 不如一日 无心之道 放下 若不学道 滴水难消啊 如果你不学 这个无心之道啊 你所吃的呀 就是化作生命的 因果像啊 你跳不出 因果的轮回的 问 如何得不落阶级 阶级就是赤地 阶位赤地 也就是生命因果的相续相 叫做阶级 如何才不会落入 因果的生命赤地相 师父就说了 你中日吃饭 未成窑子一地米 中日行 未成踏着一片地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指我们呢 不早已六根 一切的造作 但我们六根的 任何一根 通通是绝对存在的 不生不灭的心 所以你整天吃饭呢 你不曾经咬着一粒米 意思就是说 虽然吃饭呢 可是不着这些美味啊 法身立刻现前 所以等于啊 清静的心呢 在那边作用 所以等于不吃 没有咬到一粒米一样的 意思就是清静心 不着想的意思 中日行 行的脚啊 要踏 未成踏着一片地 何以故 何以故 心静两望啊 心静皆空啊 当然绝对的本体啊 这个都是指见法身的意思 中日吃饭 未成窑一粒米 法身也不吃的啦 清清静静地存在那个地方吃什么 中日行 未成踏着一片地 以不执着这个来去相 生命的因果相 没有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就无人无我等相 中日不离一切事 你还是要面对一切现实 不被诸敬所迷惑 方明自在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人相 没有我 这些相啊 无人相 无我相等等啊 但是你虽然心呢 无我相 无人相 但是每一天都必须啊 面对一切事情 所以佛法是既现实又超越咯 既超越又现实 不被诸敬所迷惑 这样叫做自在人啊 念念不见一切相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念头 他都没有找一切相 不见就是不找 不是没有看到一切相 不是这个意思 念念呢 心呢 不找一切相 就是我们一切相都是假相 不可以把假相 印在这个脑筋里面 化作观念 死守那个观念 因为那个是不存在的 相啊 是原生湮灭的 不实在的东西 不可以把它落入观念 当作失之的劲来追逐 那是不对的 想象为尘 那想为够嘛 所以我们念念不找一切相 不要去执着 默认就是 千万不要去执着 前后三季 不要怀念过去 不要憧憬着未来 不要忘记了现在放下 所以啊 默认前后三季 不要执着过去 不要执着现在 不要执着未来 前季无去 前季也没有所谓的过去 因为空啊 没有所谓来去 今季无助 现在也是无所执着 后来 后季无来 将来的时间还没到 安然端坐 任运不拘 我们呢 安然端坐 就是 任运不拘 方明解脱 我们的心 安然就是心 无所事事 心无所挂碍 就坐着那个好端端的 就坐着 任运不拘 方明解脱 这样叫做解脱啊 我们动不动啊 就说我们要慈戒 我们要修定 我们要修会 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 不晓得我们 本性具足 一念无心呢 本性具足 所以啊 如果没有这样 就不明解脱了 努力努力啊 此门中千人万人 只得三个五个 因为太难了 所以这个要大车大悟 其实不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 若不将为事啊 受殃有日在 将就是当啊 如果不把明心见性 当作一回事啊 那么你明心见性 要当作一回事 不当作一回事 那你就生灭六道轮回了 如果你不把明心见性 当作是大事的话 你受灾祸 有日在 就是指日可待啊 你受这个灾祸啊 就指日可待了 因为因果逃不掉的 因果逃不掉的 所以说啊 如果你不把明心见性啊 当作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来 注意它 那么你受灾祸 那么就指日可待了 那你意思就是 不相信你等着瞧 所以说 着力今生虚了窃啊 窃就是除去啊 谁能累结受一样 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力 我们要着力就是 要下一番的苦功啊 今生虚了窃啊 谁能够啊 忍受这个累结啊 去遭受这个愚痒啊 因为因果丝毫不爽嘛 那么我们正悟到 本体就是非因非果 那么就可以超越了 就可以超越了 就是再大的 果报 逆境 我们也是自在无碍 谁去悟到 在阴地上悟到 阴就是非阴 就是空性 谁在元气化里面悟到 元气就是非原 就是空性 谁在果报上悟到 谁就是非果 就是空性 空性 绝大的大觉性 时时都在等着我们 你只要去路 你就是自在的人 就是解脱的人 不分时间 不分空间 不分时间 不分空间 阴性 阴性 本空 原性 原性 本空 果性 果性 本空 因缘 果报 连锁的生命法 在哪一个 刹那之间 去路 你就是佛 建制性的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这很有意思的 经典这样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 看到这个东方 对不对 一个星星 闪烁 他马上证悟了 这个就是 这一刹那就去路 绝对 所以这个要用跳的 你用剑刺器的 你用剑刺器的来 你没办法建本性的 没办法的 因为 本性是无违法 不能用切割的方式 去今天建一点 明天建一点 这不是在切蛋糕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 想要误入本性 但观实节音源 就是在等待音源而已 多听经 多文法 多观照 哪一天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有一个 有一个大车大雾的人 但是修了老半天 修了很久很久 结果后来大车雾了 大车雾的时候 鼓掌 然后讲了一句话 原来我妈妈是女男 车雾的人 你看看 好像笑的 啊 原来我们老婆是女儿的 谁不晓得妈妈是女的 大家都知道妈妈是女生 开悟的时候经常讲这段话 就是